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我就把那个箱子拿到我们处置台那边 就是我就先把箱子打开 没有找到他的车票身份证 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就在他箱子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现金嘛 当时是简单的清理的一下 有20万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市主肯定特别着急 然后我就和他们车站工作人员联系了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就是通过广播什么找一下 8点左右吧 然后就那个旅客就过来找他的箱子了 他能准确的说书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也能准确说到这个钱就是怎么放的 虽然说书箱子里面有他的个人身份信息吧 但跟你他说的这些物品什么的 全部都符合 所以就能确定他的 接了一个电话 是还得罢了 是还得罢了 还得罢了 是还得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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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最美的 是最美的 不能够罢了 把询了 怎么够罢了 感谢观看